哈喽大家好 我是Jerry的小游 在上一支影片有跟大家说明到 BNG Driver这块游戏 我们一般在游玩过程中 到底会用到哪些快捷键 所以今天这支影片 主要是要带大家了解说 BNG这块游戏 它的环境编辑器 有哪些功能是我们会去用到的 那当我们学会今天的 这支影片里面用到的编辑器的部分的话 那未来玩家就可以针对自己 喜欢设计自己的地图 设计自己的关卡 或者是设计任何的条件的游戏方式都可以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首先一开始 我们就一定是先选一个自由漫游的模式 那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任意挑选一个你个人喜欢的地图 去做一个编辑的动作 好 产生 好 当地图产生好了之后呢 这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全新的地图 那因为这个地图小刘刚刚也有编辑过 所以可能看起来会有点乱 不过没关系 因为我有不小心给它储存了 所以它变成说已经是我们编辑过的地图 如果说今天你编辑过的地图你不满意的话 在关掉游戏之前记得不要储存它 请选择for 待会会操作一次给你们看 好 当我们进到游戏之后呢 我们就按一下f11 好 按了f11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到编辑的模式 编辑器的模式 那我们可以看左上方 我们可以看上方的功能列表 这边会有一个menu 工具列 那从第一个 我们从第一个一个一个开始来讲解 第一个的话就是新增一个关卡的动作 它叫new level 那就是可以新增一个关卡的动作 那假如你今天已经有设计不错的档案 然后你有储存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open 就像我们在开启一些档案 它就是开启旧档的意思 好 这边就是一个开新档案 然后一个开启旧档的意思 然后一个储存你目前的存档的动作 这样子 好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就是一个上一步 这就是一个下一步 上一步跟下一步的动作 如果你今天有操作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动作做错了 你可以透过上一步的功能去回复它 去还原它 那以快捷键来讲的话就是control加z control加z就可以快速回上一步 你看到左上这边有一个剪刀的图示 它就是一个cut 它就是一个剪下的意思 然后这个是copy copy就是一个复制的意思 那你可以用剪下或者是复制你喜欢的物件 在你的区域的部分去做所谓的第三个就是一个贴上的动作 就是剪下复制贴上 那以快捷键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control加x就是剪下的意思 control加c就是复制的意思 control加v就是贴上的意思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快捷键的部分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在操作我们的编辑器的使用者偏好 那一般对如果对英文比较苦手的玩家来讲的话呢 那这个我们先暂时是不需要去更动它 不需要去变动它 假如你今天不小心有变动了 那记得 记得选这一个reset去还原它的预设值 这样子才不会说因为你的不小心的变动 而导致说可能在操作上的一些不顺畅不流畅 或者是怪怪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就直接给它还原到预设值 这样子好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translator 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轴向的移动 例如说我今天我选了translator 我点了这台车辆 你会发现它就会出现 有出现三个轴向 红色的就是x轴 那绿色的的话是y轴 蓝色的是z轴 点红色的话 当我们滑鼠移到红色的位置 我们可以做x轴的移动 也就是说左右移 这时候我们要上下前后是不行的 然后我们点y呢就可以做所谓的 来我们用面对车子的方向来看 好我们点绿色的轴 你会发现绿色的轴就是只能前进跟后退 但是它左右是不行 上下也不行就只能前进跟后退这样子 然后呢 点Z轴 蓝色的Z轴 Z轴按住的话就是可以上跟下 可以浮到空中跟浮到地面上去 这就是Z轴 所以translator就是在说这一个物件的三轴的位移的动作 你可以让它去做位移的动作 好 那我们来教大家怎么看这个三轴的向好 来 难道我每次要移动它我都必须要点 说例如说点这个红色的箭头的尖尖的地方 或者是蓝色间接的地方吗 其实还有像这边 你看到它是由红色跟蓝色组合型的 所以我们可以点这个方块的位置 点这个方块位置就是说 我想要同时移动红色的位置跟蓝色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我点了这个位置 我可以左右跟上下移动 你就会发现我可以这样子上下移 上下移 然后也可以左右移 可以很自由的移 以此类推 那我要点绿色跟蓝色的位移就是一样 我就点这个方形的中间 然后就可以做蓝色 然后车子的前后的动作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做一个很自由的移动呢 你可以看得到这边 来看这边有一个点 车子的正中央 车子的正中央有一个白色的点 这个点点下去 你会发现三个方向的箭头 通通通都亮起来 所以说只要点中间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直接做一个很自由的车子的移动 这样子 然后它会依照你的视角 依照你的视角而去做不一样的变化 但是这个方式 虽然说这个方式移动很自由 但是这个方式可能会让你觉得没办法去如你所想象的到达位置 例如说我现在想我点的这个自由的移动方工具 我想要移到前面前面那个40公尺限速那个指标的位置 你会发现我怎么移都无法前进 那车子会一直往上飘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它虽然说是很自由 但是它却不是一个我们很想要的功能 所以如果说今天对于操作工具没到那么熟悉的话呢 我们建议就是你想要让车子移到什么样的方向 我们就直接给它指定的方向 这样是最方便的 然后车子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就可能就瞧正了 让它变得一个有点像是在车子起点的部分 第一个移动到这里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的位置就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就选择第二个旋转 第二个旋转的话也是一样 它会出现三个轴 那你会发现它三个轴就是有分红色的 红色就是垂直 红色就是垂直 然后绿色就是侧身的翻转 旋转 侧身的旋转 然后蓝色呢 蓝色就是左右的旋转 你会发现它就是左右的旋转 好 那我今天这台车 来到这个马路上 这个道路上 我今天想要把它转向正面 就是说我面对的车道 一下子就是 按下油门这个直接开的动作的话 这时候就是你要选择好你想要转的方向或位置 那我现在就是想要把它调正 所以我就是选蓝色的Z轴的方向 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说 我只要调整好了之后 我再把它重新设置重生点 这样子我每次要再重新游戏的时候 车子都是会在这个正前方的方向 这个就是旋转的功能 好 那第三个呢就是缩放 第三个就是缩放 它可以选好你要的物件 例如说好了 因为车子它是固定的 它无法做缩放 能做缩放的话 你点了那个物件 你会发现它就会出现一样 也是三个轴向的指标 好 像我按X的话 我按红色这个指标的话 我就可以做左右 左右的缩放 按一下 这就是左右的缩放 可以放到最大 然后放到最小 这样子 然后左右缩放 好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假如我今天缩放了这个图形 我不是很满意 那我就是按Pundu 回上一步 这样就还原了 好 那也可以测试一下 Ctrl加Z 就是回上一步 这是测试我们刚刚所讲的 那个快捷键的动作 那绿色的呢 绿色就是变后 这就是可以做缩放变后的动作 好 再变大一点 好大一点 好 这样虽然看起来很畸形啦 但是还蛮有喜感的 OK 但也不是我想要的没关系 我们就把它Ctrl加Z 蓝圆 好 蓝色的呢 就是高度的部分 高度的部分的说法 所以当你想要 例如说好了 我今天想要做一个 好像有点来到 巨人 巨人世界的那种地方 我设了一个 这个很大的告示牌 我就把它做的这么大 然后稍微把它移动到 我要的位置 的动作 包含它的位移 包含它的旋转 包含它的那个 都可以去测试看看 好 这样子 为了让大家方便看得到它 我们可以转一下它的角度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用的 快捷键 移动 位移移动的部分 然后旋转的部分 缩放的部分 然后这三个按钮呢 它就分别在我们的数字键的 123 你会发现 当我按下数字键的1 这边 我们看一下上方 这边会帮我跳到 第一个Translator 它也有写个Key 1的动作 这样就快速跳到 这里去做一个切换 那我按下2呢 它就这为切换 变成旋转 按下3呢 它就变成这个物件 我要进行做所谓的缩放 就是123这样的缩放的动作 好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一个第四个 第四个叫做世界坐标 就是说 其实这一个世界 这一个沙盒的世界里面 其实每个物件都有一个 隐隐于一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方格子 方格子的图形 这个就是一个坐标点 游戏呢 它为了要方便说让玩家可以在对的位置去放入对的物件 那不希望说 不希望说每次在移动是这样子很自由的 但是都不会去 就是有时候会不会贴近或者是觉得怪怪的之类的 所以它就会去用所谓的锁定世界坐标的坐标点 这个呢就是去锁定我们的那个 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就是世界坐标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这个就是网格的捕捉点 这是捕捉网格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你会发现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其实是算是很流畅的啦 很顺畅的 不会有任何的你可以移的很细微 也可以移的很快 然后呢当我们一打开这个网格的捕捉的时候 这个动作按下去 它就会开启一个 你就看到它会反白的颜色 它反白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移动 这边因为设定是1 你会发现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动作在移 它不会像我们刚刚那么的流畅 它就是一个网格一个网格的间距在做移动 然后这边呢可以去调网格的size 网格的尺寸 网格尺寸可以从最细微的0.1到20都可以 20的话它一次就是跳20格 那1的话就是一次就跳1格 因为我们刚刚设定是1一次就跳1格 那你也可以用调高一点或调低一点去 其实就是针对自己的需求而去调整 你要的它移动的距离 它移动的网格这样子 好 那这个呢 这个是旋转的网格锁定 旋转的网格锁定 好 例如说我们在做第二个旋转的时候 其实这个旋转动作也是很自由 很自由很圆滑对不对 上一步 那我们今天如果开启了旋转的锁定呢 开启旋转锁定 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会有类似角度的部分 它会锁定角度的部分去做旋转 好就例如说好了我们在没有锁定它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知道这样旋转是大概是几度 假如我们今天想要转到30度 可是这样子转可能转到可能35度或36度或37度 这个就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我们可能就会去用旋转锁定的部分去将它做一个旋转的动作 这样子好 例如说好了我从正上方是0我要转到30度 也就是说我要往旁边转大概动10次左右的动作 就是旋转30度 那当然角度的尺寸也可以去调整 你可以调一次15度 这样的话一次就是转两格的动作 这样就是30度 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它移动的部分 锁定网格的部分 这个呢就是可以让你的物件 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的物件尽可能去做贴起表面 不然的话我们一般在做物件的上下移动 就是移动到空中的话 我这边会建议大家就是尽可能的按ALT 按ALT将方向键的左键 把你的动作速度移到变成就是大概慢动作100倍 为什么会移动到100倍呢 你会发现当我移动到100倍之后呢 车子就几乎是静止的动作 那既然它几乎是静止的动作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去做所谓的移动啦 或者是干嘛之类的动作 这样的话才不会因为它会动来动去 或者是摔下摔到马路上去 而变成你无法去做它的一些调整跟变动 这是回复正常 好 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刚刚讲的锁定 锁定它比较靠近那个地图表面的动作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可以锁定我们的 让车子的物件尽量贴近地图的部分 那你会发现哦 当我们按下1去做它的位移动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左右横移跟绿色的歪走的前进后退 这个是很正常的 然后当我们移到空中的话 这个是会直接掉下来的 都做测试了 然后我们今天如果开启了这个贴器 贴起的动作 你会发现车子移当位移 它会尽量会移靠近地图的位置 它会自己自动下去 它尽量靠近我们的地面贴图的部分 那我们按Z轴呢 Z轴往上抬呢 那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抬不起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开启上面那个功能 就是尽量让它能贴近我们的 应该说贴近我们的地皮吧 应该说贴近 你可以发现我前面刚刚这边有个道路 我前面刚刚这边有道路 可是呢我车子移过来后 它就直接贴近这个地方 所以它有点会贴近我们这个地皮的部分 然后你看我从下面这样子往上拉 它都会依照地皮的部分去做所谓的位移的移动 这样子 这个就是它的功能 那以上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编辑器的功能 那有时间有机会 大家就是多玩玩多练习一下 那也可以去下载一些国外的玩家所制作的一些模组 做地图的编辑下载下载自己去做修改跟调整这样子 好了 那这一次就是我们在做地图编辑器的一些快捷的介绍 或者一些功能界的介绍 那我是Jerui小刘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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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